character in sales 都有人這樣講 你說 妳們一直這麼做 你們要吃什麼 我就跟它講 我种这个 我心里很高兴 我卖出去 人家的身体很健康就很好 吉拉卡样 为在花莲县凤林镇的有机农场 在这里 黄长老耕耘着有机的坚持 我们一起床的时候 早上最先就是 像有小黄瓜还有大黄瓜 像那种的 先采那种的 小黄瓜它的那个很浓 所以接我们给它一半 就可以再接上去 因为它那个很浓 所以一起 拆完后就拿回来就包装 包装以后就放在箱子里面 然后来就拆配 清晨一采收完 大哥大姐分工合作 挑选出优良的作物 再依照订购的数量加以分配 大部分运送的地方是北部的教会和农会 不假他人之手 长老自己来 用报纸包覆避免运送的碰撞 没有现在的品质 靠的是时间 产量不多 但是为了品质 不能马虎 有进农场认证 蛮严谨的 而且他们经过将近六年吧 他们是用水 淹过农地 然后让以前的那个施肥啊 那些所有的比较有残害的那些肥料 然后洗净 然后多次这样子灌溉 多次排泄 多次灌溉 多次排泄 然后土壤培养 然后三年以后呢 第四年才开始种植 成为无毒 四年的时间 将土壤去无存经 改头换面之下 是长老与大地 孕育出的健康作物 黄豆是长老的骄傲 像这个黄豆就刚刚开花 开花的时候 就会结果就变成这样 这个是黄豆了 已经结果了 它的结果其实是结果 对 差不多六月中旬的时候 就才说 外面的黄豆 跟我们这边的黄豆 它的那个甜味不一样 外面的地是带沙子嘛 我们的地是黏土嘛 是他们说的黄豆最好 又很好吃这样 对 如果有可能 我们六月份 六月份看看找个空档时间 有没有 礼拜天 我们礼拜六摘完嘛 冰在冰箱 礼拜天早上一大早 我们开车去台北 然后我跟那个 那个永和礼拜堂约好 然后我们就那个礼拜去一次 辛苦一下 以后我再找个人 有没有 专门卖我们的 像我们早期进来的时候 有没有 我们来协助他们做行销 那因为 他们懂得重 可是他们不会电脑 不会网路 然后也不太懂得怎么样去行销 跟人家有沟通 那后来我们进来以后呢 大部分行销都是我妻子 他因为他有一些教会的小组的一些支持者 他就会比较会有一些行销的过程 收成稳定了 但是出口有困难 好的作物还要能卖得出去 城乡的数位落差 是吉拉卡样目前遇到的最大挑战 部落的两个美女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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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落的阿嬷 发美的女 部落的老阿嬷 以前的几个地 都是放化学肥料 最先种种这个什么东西 很不好种 变成说化学肥料放的太多 又低又不会肥 就这样 不用农药 配合大自然的作息 顺应气候的变化 你夏天 冬天 就夏天是水不过 还要搓水 不要放水 冬天是每天夏雨 就会变成说水分又太多 没有天气好 又不行 没有夏雨又不好 作物又不漂亮 那我们农民就是这样 辛苦是在这边 有时候很辛苦 有时候轻松就轻松这样 我们这边的小朋友没有几个 我们还可以给他们用 还有拿一点菜给他们吃 我们就会又很高兴看到小孩子吃我们的菜 其实我大部分的时间 我是个家庭保姆 我都是自己陪自己的孩子写功课做功课 其实下来部落也很理所当然 就陪着他们写功课 那部落的孩子来看到他们就很兴奋这样 这里有人可以陪他们写功课 对那其实 其实我高中都没毕业了 我不是一个很厉害教他们东西的人 对可是我很愿意陪着他们写 除以6.3啊 那就是他的速率啊 有个孩子 那个孩子讲的那一句话感动了我 所以我们就工餐这样子 他说美妈妈我回去有冷冷的饭吃 会配冰箱拿出来那个 吃起来味道怪怪的菜 美妈妈你家的饭比较好吃 所以从那一天开始 我们就开始做部落工资 就是做儿童克服 包括工餐的部分 恩典的主我们谢谢你 招聚我们在一起 也让各国各方的朋友 能够来到我们部落当中 祖阿姨我们一同分享神你的爱 祝求主你也捷径桌上的饮食 其实我满感动那个 有记住在他们这一对夫妻啊 第一他们不但能给 他们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 哎呀没关系啦 人家也没得吃就给他吧给他吧 那我很感动的就是说 他看到别人的需要 他就很愿意给 那他后面有一个观念就是说 我给人了上帝一定会给我 不会亏待的 农机计设备拨用典礼 典礼开始 经过多年的付出 终于有人回退 但是啦 因为有一步就很好了 以后就不就比较 再什么东西都很好啊 不只是个有机农场 专不了什么东西都很好啊 不只是个有机农场 不只是个有机农场 吉拉卡样是家 种植有机作物 专不了什么东西都很好啊 但是小孩如幼鸟 需要细心灌溉 仔细照顾 这是黄长老对土地 对下一代的坚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